那其實這些美國的球員 他們也是在各地發展 李智杰 大號3分 哎嘿 反進 非常的幸運 帶著這種精力 讓他在球場 哎呦又是一個超級的 這個不妙了 這邊快攻機會 shout time 中華隊需要一個暫停 因為真的在處理 中華隊彼此溝通太少 而且專注力跟防守的氣勢 並沒有拿出來 這個球給他立下 漂亮的給球 完美的配合 陳詩傑給到張宗憲 雙手灌籃 美國隊進攻 在籃底下 拉幹之後出手不進 中華隊下面有快攻機會 陳詩傑發動 這球到籃底下 出手機 M1 非常漂亮的攻防轉換 中華隊利用一個防守籃板 展開反擊 陳詩傑利用速度突破對方 小仗加一 我們來看一下陳詩傑 這個隊球場的空間感相當好 而且你看 他在行進間已經知道去變換方向 最後一個跨步 互球互得相當好 完全沒有讓對方有打到他球的機會 30 現場的分數是34比17 田蕾第一次接 好球 中華隊真的是越打越精采 不斷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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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隊這邊出現大空檔 BREASE出手不進 Final在籃底下 第一時間補冠 對方 對方 這種程度喔 他的隊友也是他的敵人 對 所以 每個人其實出手也沒什麼猶豫 好球 林志傑 林志傑 來 出手機 好球 這場比賽中華隊目前為止最漂亮的一球出現 球迷就是想看張宗憲這樣的表演 噴射機起飛了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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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宗憲真的有足夠的能力喔 我們看 他這種挑籃 閃過對方的封蓋喔 足夠的衝擊力 而且爆發力相當的強喔 籃板球回到中華隊手上 中華隊前面快攻 這球再回給 對 不能走開美國人灌籃吧 沒有錯 張宗憲說 我也是很BOT PASS 再交給陳士傑 陳士傑晃一下之後在外線得到機會 籃底下 噴射機再次起飛 Show time 張宗憲的壓迫防守啊 壓迫成功 掉了 快攻機會劉真 這球閃過在籃底下出手 有分 繼續壓迫美鳳隊 像這樣的一個防守態度喔 還是我想所有球民更想看到的 沒錯喔 就像我們第二節也提到 中華隊在防守上不要太被動喔 三分球 四分半鐘 這場比賽結束 好 這個球被抄走 不妙了 美國隊的Anderson 雙手扣籃 扣籃真的很輕鬆 再給陳世傑 剎車 徐士強 再跟進 劉珍再來到 底下再一個夾黃 真是敢打 對 反正年輕的劉珍這場比賽有比較多 進去的一些切入的一些動作 假動作 護球 利用身體在空中 他們的平靜跟希望 有些就真的是所謂實力上的差距了 比如說這個球 這個是完全不講理 美國隊這場比賽的得分來到了100分 最終美國隊的是100比77 擊敗了中華隊 在賽會的第二天結束之後 中華隊戰績的是一勝一敗 而美國隊呢 則是在本屆瓊瓊瓊的首次兩項 再度展現了他們曾經在瓊瓊瓊男子組15次 夺冠 夺冠呼聲最高的大熱門球隊 他們在第一天比賽就齊開得勝 美國隊目前戰盡的是一勝零敗 大家從今天比賽開始了 中華隊可以說是場場硬仗 在明天的比賽 中華隊呢將在晚間7點鐘呢 要來碰到是在本屆瓊瓊 要尋求4連霸的伊朗國家代表隊 中華隊的伊朗